單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我們有很多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鳳叔你是感覺你家有點淚單親的感覺 其實我是覺得不用講了 我已經講完了是這麼慘 你就覺得你不慘是不是 我們家本來就 我跟你講我們家是非常平凡的家庭 很好啊 幸福啊 對 沒有 我小時候都覺得說 怎麼這麼平凡 那我爸唯一比較特別是他的職業 因為他的職業是那個船員 他是輪跡長 所以他的時間就是說有 大概有十個月都不在家 那怎麼會平凡 一般的家裡爸爸在家 對 可是因為我媽就是那種很平 他就是那種在家 其實我後來長大了我才知道說 這種平凡其實非常的不容易 那個需要那種幾十年的點點滴滴 所以我媽一天到人拿照片說 這是誰 我看他說爸爸 然後就說真的喔 那這是誰 爸爸 就有一天門打開 這是誰 爸爸 所以平常都一直在練習 所以你看這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耶 對就是說其實看起來很平凡的家庭 以前他們都很有耐心 然後我爸也是那種 一進門就是立刻巧克力就拿出來 當然是爸爸啊 巧克力對不對 所以爸爸會這麼好 所以就是他們也有一些撇步 然後他就要去工作的時候 大概幾個月要去工作的時候 他還會搞定所有 就是這兩三個夫妻吵架什麼 他一定搞定我媽 就把他結束了 處理完 他一定會在這個事情結束 然後讓他整個都靜下來 然後該怎麼樣就是都說 事情都要這裡 什麼都是你對 因為我要出去了 所以一切下來都是你做主 所以一切如果你有不愉快的 都是我的錯 做大事 他才出去 所以你爸媽 其實都很有智慧也好 我的爸爸 兩個都很理性 對 所以你看你覺得爸爸很棒 會送禮物 媽媽呢 我看媽媽是一個非常可憐的 吃力不討好的角色 對 因為一樣管錢 就是第一個孩子 尤其是女孩又漂漂亮亮了 對不對 超怕出事的 超怕 你要出個事情 他都不要活了 你知道嗎 所以他就是用限制的 所以我媽的限制方法 不是打 我媽 因為她打不過我嘛 是不是 你們汗操都很好 我汗操都很好 我小時候 田徑隊怎麼可以打得過 我們現在是在講家庭 不是講黑社會好不好 所以他就限制我的錢 苛扣到一個很 就是比如說公車幾塊錢 吃飯幾塊錢 算得剛剛好 算得剛剛好 到你進門的時候 你剛好沒有錢 他用掌握男人的方式 掌握孩子 對 對 所以就 所以我到小時候 國中還不懂 到高中去 隱隱居會覺得說 同學要喝個飲料我也沒錢 然後要稍微怎麼樣 多買個麵包我也沒錢 我怎樣都沒錢 要出去跟禮拜六 禮拜天 要跟朋友就是約看電子 要有一些活動嘛 要錢還要算電影票一張幾塊 你算到剛剛好 剛好你坐公車回家這樣領見 就覺得他真的好貪財喔 所以你跟你媽關係的 決裂爆發點在大學 對 因為到大學還這樣算 就受不了 再加上我的是藝術學院 那藝術學院 就不是一個正常的家 整個生活方式 他常常排戲 因為你要不停那個排練場 所以有些時候 你可能八點到十點沒搶到 你可能是排到十一十二點 所以那我們學校從關渡 關渡本來從盧州搬到關渡 到盧州之後我還有公車可以到 到關渡 天哪 連樹都還沒長大那個地方 就是一個一片花芋 所以我就要求要騎摩托車 那這個變速就來了對不對 那變速就是好 還給你一台摩托車 騎...我又摔車又跑 我就說我要住校 因為那時候要騎大渡路 然後等到我說我要住校 我媽直接說 你不要念了 你就休學啊 他怕你住校不能控制 對啊 住在外面成何體統 對 完全脫離我的掌握 這樣的話嗎 對 然後他就說 你要繼續念可以啊 他就 他在這方面處理就 前面還滿靈巧 這邊就不靈巧了 他就直接跟你講一個 你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我就翻臉了 他說那你要出去可以啊 我不會給你錢的 又是錢 所以他因為他太常用錢 就控制你 所以你直接連到攤財 愛錢什麼的這樣就會 本來其實你不要以為 大學生成年了 還是很不會想 就是不懂事 然後我就說好啊 就像你剛剛講的 我就跑出去啊 我去拍廣告啊 我自己打工賺錢 打工啊 我也不給你錢 然後你也不知道 我賺多少錢 媽媽真心慌了 就真心慌了 因為你真的要脫離他掌握 他失去任何控制你的 就是那個趴比 每一條線都斷光光 你知道嗎 他真心慌了 所以他有一次還騎著摩托車 偷偷跟在我後面 你知道嗎 看我到底住哪裡 然後什麼這樣子 好可憐 然後我好愛你 然後爬牆 到我住的那個宿舍裡面 看那個宿舍有沒有男生 就完全是 可以去當狗仔那個狀態 然後到我回家那天 我就看到在那邊哭 他也有脾氣也很大 他也不講 他就哭 就在那邊一直哭一直哭 我就說你哭什麼 因為我搞不清楚 什麼回事 他說你不要住那兒 我今天都爬進你房間了 爬進房間 真的 媽媽試試看 你說別人是能夠爬進去 真的爬得進去 真的爬得進去 好可怕 好媽媽就哭了你知道嗎 那我就那時候我心有軟一點 就覺得媽媽有一點懂 有一點點懂 但是貪財這兩個字 還是沒有消除 那後來出社會之後 他又要管我錢 他就說你這樣子工作的話 大學都管不了你的 出社會要管 對 沒有他用另外一套 就是你的錢花光了之後 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對 要上繳國庫 你要上繳國庫 我幫你存起來 對 媽媽最喜歡來最多 對 我想說來了吧 現在就擺明來要了 真的 又來攤財又來了 我以前真的超不會想 我就覺得說你看吧 我還在想說你沒有愛財 這下手就伸出來了 你看我媽好可憐喔 其實後來是我 你的內心系好多喔 對 我的 他的內心我會更多 然後我就說好啊 我就 我就撥一點給他管 我從不叛逆的孩子 但是我很賊 我就另外有搞個存責 裡面撥個十萬二十萬 就給他管 他就以為我只有這些錢 他就很認真喔 什麼罰單 記帳 我幫你繳了這個罰單 然後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要付款 什麼先電 帶電 然後媽媽說 我去幫你付 他就很高興就對了 其實他不知道 我其實還有八十萬 反正我就是 應奉揚為的那種小孩 然後我就覺得說 你就愛錢這樣子 然後就管還那麼高興 結果 你什麼時候發現 你誤會媽媽了 我爸 我爸有一次跟我 但是我還是不太理他 然後我媽當然還是很傷心 所以他管 可是感覺就是覺得 跟孩子不親這樣 後來我爸有一次 就來做和事老 他就說 其實你媽不是那樣 他就聽我抱怨 抱怨完之後他告訴我 他不是那樣 他說 然後他跟我講什麼 他說我教你一個方法 你可以測試一個人 我說測試 對啊 你不相信他 你不要相信他 所以你看我是跟我爸 學的對不對 他說你不相信他 你就不要相信他 你可以考驗他 對 然後我爸就教我 怎麼考驗我媽媽 他說你現在 就把一個本 你再多一點錢給他 看他有沒有挪作 自己的用途 你觀察一年 看他這些錢 有沒有偷偷地拿走 我爸也很賊 因為他真的用講的沒有用 他就叫我用觀察 我就說 對 就不要給我抓到 你給我拿我的錢這樣子 結果後來我就真的 觀察一年之後 我把那個本 一年後我就說 媽 那個本子我想看一下 結果媽還很高興 我媽很天真 好事好天真 結果他很高興說 因為他賬記得很漂亮 他就把賬就給我看 結果我一看 他真的沒有挪任何一毛錢 他連利息還 他有幫我轉定存什麼的 還加錢進去 然後這時候我爸又回來 一年嘛 他說怎麼樣啊 懂了 就不講話了 然後從那時候我覺得 在我跟我媽的那個 大概有四五年的誤會 才慢慢地化解 一年出現一次了 但是都是在很關鍵的時刻 對 他很厲害